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胡的兴趣远比钢琴还大 那当初啊 我不知道您的孩子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吗 还是从国内过来的 他是一岁到美国来的 所以您当初怎么会想到让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去接触一件 就是在美国很难接触到这种中国的乐器呢 其实我们当初学钢琴 然后老师是建议我们能够参加这个乐团 那因为钢琴的话在乐团是不太容易 因为只有一位嘛 所以他就叫我们学 一个是小提琴或者是大提琴 那我觉得可能让他多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 所以就想说让他去接触一下中国的乐器 中国的音乐 带他去看了一场演出 所以他就决定要学这个二胡 他自己选择的二胡 是 那一开始学下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有什么样的难度吗 我想很多家长 在座的家长都有这种感觉 刚开始觉得每天需要耳栽子 对 非常的吵 不过慢慢的就是磨练小孩子的这个耐心 非常重要 所以刚才Michelle也提到一个词 我有注意到 我也是很有同感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学过乐器的 就是他刚才提到耐心这个词 那其实无论是学习也好 还是教学也好 老师也好 那其实都是很需要耐心 那对于学生来讲 可能更需要的是毅力 还有就是家长在背后的支持 所以讲一下 您在这个孩子学习明月的过程当中 您是怎么支持您的孩子的 其实我是一路上跟着他学的 因为小孩子在学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大人好像在旁边看着 然后觉得他很累 可是呢有时候就觉得说 如果你不给他一点鼓励 不给他多一点的这个陪伴的话 我觉得小孩子很拥有半途而废 那我想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 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个耐心的教导 我想今天我们的孩子就没有办法坐在这边表演了 所以非常感谢老师的支持 那您发现您的孩子学完这个明月之后 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或者说他学到了什么东西 从这个中国明月当中 我觉得中国的乐器跟西洋的乐器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中国的乐器的话 我觉得就是抒发那个感情是慢慢的 持续的渐进的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可以让他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其实就是持续永恒的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很多中国的明月的乐曲 跟诗词也有关系 跟戏曲也有关系 然后呢 现代一些的可能跟电影也有关系 跟少数民族的这个乐风也有关系 所以他真的可以从这个中国明月当中 学到来自于中国各种各样的文化 和风方面面的这种风土人情 好 那最后您想对其他的这些 就可能正在考虑要为孩子选择 学习明月的这些家长们说些什么话呢 我想就是小孩子的兴趣 其实需要培养的 那如果各位觉得说小孩子有兴趣的话 不妨就给他们一些时间 然后陪伴他们 让他们自己去explore自己的潜能 那就是持续的 可能有时候会有遇到一些困难 可是不要半途而飞 就继续鼓励他们 好 非常谢谢Michelle 分享了这么多 作为明月学生家长的一些感受 很有鼓励的作用啊 非常感谢您 好 请下去休息一下 好吗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May I speak something in English? If you enjoy the performance tonight Actually we have a CD available here outside and you can make some small donation and get the free CD or if you are interested you can contact our frontstep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D so I am very sure that you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CD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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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le